南投特殊神明 惭愧祖师是谁 据说他在出生的时候 拳头是握着 满周岁的时候 刚刚有一位神僧 然后来游历到那一边 然后就把他的拳头打开来 然后就写一个立后字 那这个传说 就继续流传到现在 神秘稻草将爷您看过吗 神明用的就是 你把福心 凑着福 安的你的基金 你把白有的灵性 他就教你的艺术 爱情比喻 但是你把贴心也带得很快 惭愧祖师显神威 不可思议的梦境 拳拳不拳当时 就是我们的祖师公 你知道 去看我 找我去梦境 那个梦境 那个先经就是很 金碧飞煌 因为我刚才刚在 我有在这里 我们的岩 岩树灯 刚才刚在一间 庙里里里 金碧飞煌 很舒适 然后我拳起来 辛苦的时候就叫 他我跟祖师公 三个叫他 要带那条 我会死去 他每天都带那条 我在百年 我十三天 就直接春年 传承百年的 神秘稻草将爷 要怎么制作 所谓换稻草将爷 又是怎么个换法 知名凤梨酥品牌的 大老板 孩子竟然是拜神所赐 又是怎么一回事 最精彩的内容 都在这一集的 台湾百妙 拜拜是台湾人 对神明的一种 从敬之意 人们认为 神明神通广大 无所不能 可以直达天厅 下达地府夜神音 在南投 就有一位神明 非常特别 他个性非常地谦虚 还自称惭愧 他是谁呢 大哥 你们南投 有一尊很代表性的神明 你知道是哪一尊吗 就祖师公公 就让惭愧主持 你感觉他 为什么叫做惭愧 我不知道 阿伯 你感觉到南投 有一尊很代表性的神明 是哪一尊 在我们洪山市的官员 最后叫惭愧主持 惭愧主持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惭愧吗 就是说他 他在那里都没有娶婆 我们都改更小 本来叫惭愧 看来在南投 这位惭愧主持 是大家都知道的神明 但为什么叫做惭愧 则是一知半解 到底他是谁呢 据说在南投就有一间庙 即将举办庆祝 惭愧主持诞辰的活动 这天会上演一场全台罕见 又即将失传的特殊仪式 而这间庙就位在了知名观光景点 围热山丘附近的南投凤山寺 余青十年有这个 若家的祖先 他这个有代表 救去这个有做 不禁忌的行为 来到台湾 算说过惭愧 到复遇安全 那时候他们就是 在台湾这儿开困 算说有一天 这个行为 我们开困的时候 三个口都摘下来 草莓摘下来 钓在柱子上 这个就做 当时拿去 当时拿去 草莓所不记得拿 草莓钓在柱子上 这证明很感觉 有看到说 那柱子它会发更 再看到说 那里有一个草莓钓在那里 那就是说 如果把祖先拿过的 这个草莓钓在那里发更 所以才有去这个 凤山寺这个庙 南投凤山寺的信仰 从一个香火带发机 因为林彦拜的人越来越多 也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走进庙里看到正殿同似 有观音佛祖和惭愧祖师 妙方说 他们的观音非常特别 叫做不肯去观音 当时当时有一个日本飞行 叫飞恶 去五台山 参拜佛祖 要请这个观音佛祖 回到日本 那个叫做供奉 但是呢 他走到我们浙江 这个周山群岛这个地方 来回三边都走不出 这个葡萄山的周山群岛这个地方 所以说以前 把这个佛祖庆祀 说是不是日本无缘 他来拜这个观音佛祖 结果这个观音佛祖 显一个景观看 这个日本飞行才知道 既然日本无缘 拜这个观音佛祖的位 就知道把他留在 这个周山群岛 来的这个 普陀山 一个渡 那渡的一个草云洞 这个地方 去一间那个 那个叫做廟室 还有叫北京去观音 凤山似的不肯去观音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很有个性 始终不愿意科分林 董切关城头的 这个有做 这些大 我如果有这种想法 要让这个信仲 来景风观音就做 请回家 要景风 但是有说 你这台要拜 你后来你的跡地要拜吗 你后来一台要拜 如果不拜的时候 是不是会造成你们跡地的麻烦 你不如你如果要拜 你感觉我有灵验 你就来洪山市这里拜 你有什么事情 他不管是坐在这里 等你来庆祝 这是我们做的 没讲过 所以说我们 我们洪山市的新尊 都是无分量出的 不愿科分林 但为了服务乡亲 可以请回去办事 庙里另外还刻有两尊的观音 其中一尊是在不肯去观音的龙边 为莲花观音 虎边原本应该供奉是山头观音 然后就在我们采访的同时 被请出去的山头观音 正巧回来 刚好下午有信徒 家里就是亲人身体健康有问题 然后他就是去住院住好几天 然后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果 然后他就早上来庙 来请神明回家去办理这样子 所以你们这边很常请坏 大部分都是在地的信徒 再来衍生的就是说 可能就是嫁出去的 大家会稍微保 为什么是请这一尊观音呢 我们凤山寺的习俗 传统的习俗就是 来到庙就是依神尊大小下去拔杯 看哪一尊神明 要到家里面去办理这样子 三位观音归位 神威远波也展现了神明与信徒之间 依赖的情感是那么的紧密不可分 而在凤山寺里还供奉有惭愧祖师 到底这位在南投赫赫有名的神明 是谁呢 在104年的时候也有回到大陆的祖庙去业主 那我们确定在唐朝有这位惭愧祖师 这一位这个人 那他流传下来的事迹也非常的多 据说他在出生的时候呢 拳头是握着 那握着一直都不打开来 这个就有点玄妙 那后来在满周岁的时候 刚刚有一位神僧 然后来游历到那一边 然后就把他的拳头打开来 然后就写一个鸟字 那这个传说就继续流传到现在这样子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鸟拳 据传惭愧祖师的父母 在他12岁的时候就双亡 后来投靠他的淑母 他也从小就展现了灵性 像是在放牧时只要花一个圈 牛就不会越现一步 把煮过的鱼放到了水里 鱼马上就会复活 虽然这些都是传说 但直到现在还是让大家津津乐道 不过如此有灵性 又努力修道的攀料泉 为什么会被称为惭愧祖师呢 那是红色双 红色双 打过来就够了 我们家放一根五分之一 来标筹出来 来做唱 一支手差不多放五分之一 好 那如果他照那个电子绑法 信用方式这种东西 宗教这种东西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是 不一定都同样 不得到约定成熟 虽然每天没有每天没有 有他们的传统 我方山市就是做这个超价 据传惭愧祖师的父母 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双亡 后来投靠他的淑母 他也从小就展现了灵性 像是在放牧时只要画一个圈 牛就不会越现一步 把煮过的鱼放到了水里 鱼马上就会复活 虽然这些都是传说 很多像这样的神明 他们要修道的时候 他的愿都非常的大 但是因为愿很大 所以他自认为 还没有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跟他的底下的门生讲说 我要是圆几了之后呢 就在我的这个墓碑上面 就刻一个惭愧就好了 我不需要什么名声 帮我刻一个惭愧就好 所以可以展现出惭愧祖师 他是其实是非常千充的 一个修道者 惭愧祖师的信仰在南投非常盛行 据说和先祖来到这边开墾有关系 当时为了防范升番出草 每次祭拜都特别有效 再加上深山危险多 先民也将他奉为山神来祭拜 值得一提的是 各庙对于惭愧祖师 又各自有各自的忠心信仰 像是在凤山寺这里 惭愧祖师就不止一尊 而是三兄弟 我们就也有去探讨这样子的历史 后来他们就有一个传说说 他们其实是三兄弟一起在修行的 那老大就叫 他的本名叫做潘达孔 那老二叫潘达德 老三叫做潘达敏 其实他们三兄弟各有 他的修道的一个厉害的地方 譬如说听说老二 他就起皇之术很厉害 那老大是他的那个地理 地理堪礼之术很厉害 堪礼之术 老三呢他的医术还有法术很厉害 那他们互相的弥补 那互相的发挥他们的这个灵力 那当他们在保佑村民的时候 就互补非常的厉害这样子 别看这里位于南投的山区 平日可是香火鼎盛 信徒非常的多 几乎每一个人和神明之间 都有故事可说 像是发生在竹尾许名人身上的 就非常传奇 土生土长南投人 年轻时就北漂创业 也一直没有结婚生子 直到七年前回乡 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一直没有结婚 也没有小孩 所以我的人生就走到Holo Wain 就觉得少了一大块东西 在六七年前吧 我们庙里神明 就在农历年月九号 到我家里去 然后说他有事情要交代我 结果他提醒我他说 他看到我回乡下做的这些事情 他觉得很棒 可是他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 我一定要完成 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情 他提到就是说 午后要帮我午后的事情 就是没有小孩这个事情 所以神明说 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一定要完成 那我一直觉得说 我不是不愿意结婚生起来 我一直是没有碰到好的姻缘 神明说他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帮我 会帮我完成 神明都说话了 许明仁本以为有姻缘降临 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却没有下文 就在这个时候 他透过有人认识了 在美国从事代理育母的仲介 许明仁把握机会 直接飞到美国 隔年二月就跑到美国去 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包括签了好多合约 在美国做两个小孩 结果 当小朋友着床稳定的时候 我在忽然惊觉说 原来神明从来就没有说 要解决我的婚姻的问题 他只是要帮我解决午后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很压抑 所以后来我回来庙 服务这个当然就是 一做当然的事情 所以我是抱了一个 因为我有答应神明 我回来庙里帮忙 然后后来当主委 就变成是 会来报恩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爱的一男一女 是神明赐予的孩子 也让许明仁的人生 更加的圆满 然而不说不知道 他还是全台知名 凤梨苏品牌的创办人之一 许明仁说 回乡后他和重凤梨的弟弟商量 合作打造品牌 并在祖措三合院旁规划了一个明亮的游览圣地 假日游客总是大排长龙 就是想一场南投产地所做的凤梨酥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独有的地理 因为八卦山139线就是八卦路 它就是一个八卦山的零线 所以它到最后已经变成 从金融海啸之后 2008的金融海啸之后 基本上它已经变成台湾最夯的 骑脚大车或骑重机的地方 所以当然我们也懂得借用这个优势 就是我们在八卦山这个优势 这个因为这么多人骑脚大车来 所以我们有这个中心点 再加上我们懂得善用这个八卦山 这么好的日照 所以生产出来的凤梨 它就特别有味道 你坐下来 在一个不错的环境里面 比较悠哉 喝杯茶 然后吃块凤梨酥 你会觉得自在 然后备受礼遇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棒的 行销的梦想 南投有着美丽的风景 也有美食和人的故事 主委许名人受到了神明清典 一路将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对凤山寺而言 他也深知自己有一份责任 接下来惭愧祖师的诞辰活动 将有一个罕见的仪式 到底是什么呢 在了解之前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 在一座小庙前拜拜 到底在拜什么呢 我是李廠 今天要来这里拜我们 红山寺丹鸟的 竹钞将鸟 正常在赛15 我们都会来拜竹钞将鸟 但是我们大家都很惊心 哪有经过 我们就要跟竹钞将鸟 请问候一下 稻草将爷还是第一次听到 看到东云里果真 供奉有一尊话有脸谱的稻草人 里长说 稻草将爷一年一度的换将仪式 即将要展开 什么是换将又要怎么个换法呢 不如先跟着里长去看看 将爷的制作方法吧 一会儿 按摩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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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 直接来套 嗯 差不多 放一个五分之里 放出来 来做锈 一支锈 差不多放五分之里 好 炒起来 然后 然後按照辮子綁法 三 三 有三 八 來膠底來邊筋做起來 就是在做它的 現在就是在做它的手 大把的稻草 先抓出份量編出手和腳 慢慢做出雛形之後 接著還要用竹子 消出醬油的髮器 刮叮的時候要留著注意一下 因為說的刀這樣撥 我們要有最多的經驗 當然我們這裡的阿伯 我們這裡的 大家是鄭家人 像小杏 刀 雞都走到關心關心 這鍋子很鹹 一聽說要 這面頭的 這面不可以這樣壓 這面不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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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稻草醬爺的師父 是今年八十多歲的 胡前壽老先生 他和里長許家明兩個人合力 熟練地編出人形的稻草醬爺 他從三十二歲就開始編草人 至今有五十年的資歷 他說在鳳山寺 大多由筆身來執行這個任務 而他之所以成為筆身 也是神明清典 在這個山會來這裡 出一間 就在這個廟中 開一間起床店 這樣啦 要用的時候就說來廟中逛逛 這樣啦 就那時候就 這個太極了 我們當極在太極的時候 他會給你寫一個名字 寫一個名字 寫一個對 要來處理做落堂 這樣就對了 說這樣你就要做 你都不必寫什麼的 他就 寫餘起來 他都要做 我說沒關係 這做漁團啦 我慢慢在講 跟別人親的 人都做很久了 我的人就往我做 這是 小塊做漁團 神明清典做筆身 這一做就是快五十年 現在成了鳳山寺里 少數會做稻草醬爺的師父 一旁協助的里長也是筆身 接下來傳承的工作 就在他肩上 做這個東西 主要就是說 發揚我們的現隱 我們鳳山寺是一種文化 因為這種流潮醬爺 在外面也很少看 要擺在那裡就沒有了 做漁也不一樣 做漁也不一樣 對啦 信用方式 這種東西 傳承的這種東西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是 不一定都一樣 不然就越電成熟 雖然每天都會有他們的傳統 我們鳳山寺就是做這個超漁 當醬爺的身體完成之後 還要畫上臉譜才算大功告成 只見做好的臉譜 為而不怒 還有黑 黃 青 紅 四種顏色 五尊稻草醬爺完成 明天即將進行換醬爺活動 到底該如何換法 我們拭目以待 來 爬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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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神明神像 因為出現跟人家打仗 戰亂而散失了 要再重新再聚集 那就會舉行一個 新的 吊集軍馬的活動 當醬爺的身體完成之後 還要畫上臉譜才算大功告成 只見做好的臉譜 為而不怒 還有黑 黃 青 紅 四種顏色 五尊稻草醬爺完成 明天即將進行換醬爺活動 到底該如何換法 我們拭目以待 這天是鳳山寺慚愧祖師誕辰慶典 不管是廟裡還是廟外都熱鬧滾滾 鄉親 鄉親準備了三神素果 把最好的拿出來祭拜 不過最特別的是 廟城前的這個擺設 在廟城中 這裡有排四條醫療 醫療上有三十六塊碗 臉上還有食物 跟這個很美酒 這是稍微準備 扣獎的時候 扣勝賓獎的時候 要讓這些賓獎 營養的 算我們派出的賓獎 總之要讓它吃到飽 喝到飽 再派出 遜風去營養的 三十六碗罵酒準備好 用來賞兵靠匠 隨後由村裡各個角頭的人員 把匠也爆出來 來 到樓梯慢慢來 慢慢來 把匠也各放置在板凳的兩邊 立一頭在廟裡 雞聖也已經降價 在南投 雞同文化是非常興盛的 大家生活上有疑難雜症 很多都是透過問世的方法來解決 鳳山寺也是一樣 重要的活動中 雞同往往扮演重要角色 像是稻草將爺 就準備由雞生來開光 五尊將爺完成開光 雞生黑令起一揮 鞭炮一放 各個角頭人員抱著將爺 開始往外跑 真的好特別 我們跟著青面將爺 一路奔跑來到了東陰這裡 工作人員把原有的將爺 換成新將爺 要先將爺 要先將爺 新將爺 新將爺請將爺 將爺 一將爺 請將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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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这时旧的匠爷要烧化掉 就完成了换匠爷仪式 而除了东营之外 西营 南营 北营 都是一样要旧换新 然而这在民俗上 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民俗的观念 比如说以一个庙宇 它延伸出去的庙外面的 周围一个圆周的范围 这个就叫做庙的内境和外境 就是庙里面是内 然后庙外叫做外境 在我们传统的聚落的那种处理方式 就是会在这个庙外面延伸出去的五方 这个圆周的五方 就是会设立五个营房 对 就是东营 南营 西营 北营或中营这样 那每一年呢 神明在祂的圣诞啊 或是一些特殊的庆典的时间 神明就会举行绕镜 或是说去巡影 就是走到这些外面的这些营房里面 去巡视说有新来的神兵神将啊 或是说有一些神兵神将 因为出去跟人家打仗 战乱而闪失了 那再重新再聚集 那就会举行一个新的 调集军马的活动 那于是呢 在这个营房里面 我们都会设置 比如说有的是紫湖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庙方 它是做稻草的降业 那其实它代表的意思是一个新旧更替啦 就是这些神兵神将 它不是永远都是单一的固定的 它也是会增加的 会减少的 所以它用这种一年一换的方式 来代替我们传统那种木雕 是固定式的神像这样子 南投凤山寺的幻稻草降业活动 全台罕见 每年举办 也吸引了许多在地的知识分子 或是文史老师来这边记录参访 是一项值得探究的民俗活动 然而说到了惭愧祖师 在南投的分布 其实又与鹿骨香最多 其中有一位惭愧祖师 在台湾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是台湾开辟东西向道路的重要推手 这么特别的惭愧祖师 就位在了鹿骨香的凤凰村 建庙三百多年的凤凰山寺 惭愧祖师的香火 当初是怎么来的呢 我本来做民俗 就是我们这个先祖 道祖师说来的正义官 要来这个防御以前叫丁城 在我们自己的家庭 听当中自己的防徽 因为祖师说来的 如果以前生起了一些 那些防御民都会出草 就出去跟这个正义说 说今天不能去山顶 或是什么 让我们大家都来我们这个天祷拜 跟警祷拜就对 那很多人来是我们就 以后我们的祖先的拜 我们就收过这边火灵 这种给大家正义来调拜 因为我们的天祷 以前的古早家庭没有来看 每个建议说 不然我们的祖先 收过那边来说 算这个地方给大家看 以后就经过三岁城的中间 现在有整个楼市 庄明雄是庄家来台 第几代已经不可靠 他说现在的庙地 是他们的庄家人 把私有地捐出来给残愧祖师 才奠定现在庙宇的样貌 来到正殿参拜 可以看到这个罕见的千年花章香炉 说明了庙宇的悠久历史 另外神刊中 供奉有九尊的惭愧祖师 然后庙方的说法 这里的惭愧祖师身份 只有攀了群一人 之所以会有九尊 是因为香火鼎盛 居民有需要请回家 才克了这么多尊 然而也许是祖师公 生前医术精湛 在这里不少信众 因为身体的病痛 会来祈求 也都有神奇的亲身经历 在九年前有带好 两个小时候很严重 有人怕什么都没方便 我就来求问祖师 说我帝师这要开桌 他说如果可以不要开 尽量讨论 讨论我就是一直讨讨讨讨论 讨论六千年过来 我每年每年都去检查两遍 讨论到很久 骨头坏死 这是大手术 林大哥回想当时 还好有祖师公的保佑 因为我们要去便所不方便 就问成我们 要带牲好不方便 我就跟祖师说 我刚才没有带牲 我真的把牙匠拿到精神 我人就撤起来 直接就去便所 以前说你拿得很生气 我跟祖师公说 这真的冰冰之中 祖师公给我们 到家去给我们平安顺势 整个都很顺利 也都没吃到油了 有亲身经验的 还有这位刘大哥 之前发生了心机梗塞 因为祖师公的帮忙 让他在鬼门关前 捡回性命 我的幸福家庭 先交通 叫我太太带我去藏机医院 去藏机医院 到日北的藏机医院 和一个酒粗粿 去藏机医院 藏机医院的时候 去的时候 医生就说我心机梗塞 三条中退去 三条中退去的时候 先交一条 那条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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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时候我就分别 都不知道 不算什么 医生就说 就是就跟我说 他这种情形很严重 两个叫一个回来 我心里想到 我心里想到 他就是叫回来 我有自己很大的心心 对 当下不会慌 不然一定慌 就很慌 他就是 第一天早上他有醒 他就跟我说 你和孩子快点回来 叫做事工 我就跟他叫他回来叫 对 对 那时候跟儿子就跪在 周祖公的面前 对 对 来这里就是 大家在这位委员 很验人 很验人 帮我说 我叫小孩去救 我也在那里救 靠到那里救 也许是刘家仁的 诚心感动了主事工 这是躺在嘉护病房的刘先生 有了神奇的事发生 但我开桌前那段时间 曾经跟阿波比就到了 我刚刚去另外一个世间 就是一个 刚刚在一个 工廟里面 感情比会王 很舒适 整个都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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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了你才拼了 拼了你才拼了 我心里说 我刚刚死起来 我刚刚在做事 那死起 这样也没问题 很快乐 刚刚在那个时候 就觉得我没问题 但我拼了的时候 就觉得很辛苦 我跟我们做事工说 我会死去 要带我去那里 那里面 那里面就是 每天都带我去那里面 我在拼了他 刚才十三天 十三天 十三天直接就出院了 因为当时疫情严重 抗病人去 很严重 我就不断了 刚才不断了 刚才十三天 交病房直接就出院 出院 出院我就车车 我车车车车车 第一车到 跟我们做事工 不再跟我们做事工 跟我们做事工 你就搭买了 有感应到很多 就是 命运之中就是 可能我都靠做事工 到我到我三天 我要做什么 要来这儿 都好像都很顺 然后做事工 我会把我几点几点 说你来这儿 对 我也常常起来 凤凰山寺主事工 是村民的心灵依托 三百年历史的老庙 自然也留有不少的 珍贵宝物 像是庙里有一尊 三百年的祖师公神像 雕刻手法非常特别 相信观众朋友 即使有听过惭愧祖师 也一定没有见过 惭愧祖师的今生 经过我们的请求 庙方同意将它请出 并且脱下神袍 让我们一睹祖师公的 今生原貌 大哥今天是来拜拜 对 拜拜 拜拜也要吃泡面 当然要 求好运 对 求好运 怎么说 拜完就有感觉 吃完泡面就有财运感觉 哪一辈有说 他的灵是陈咬金 就是水草时代的陈咬金 混世魔王 土地公王 早期的雕刻跟现代的雕刻 比较不一样 因为早期雕刻的 他的神尊神像是 他的金身跟椅子是分离 然后 这个就是他的椅子 台语讲的叫蹲 然后 现在雕刻就是整尊 就是一体成型 他的外观就是 右手持七星剑斩腰图谋 这边有七星剑 这个七个星的七星剑 他左手比道子 就是他 他每次在 繁华祭祀 广度众生救人的时候 因为他会去 用手去 去算人家的那个出生年 因为是 按照六四夹子 他的脚是因为早期移工 以后他 因为他没有父母 以后他如果进 刺大人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是去叉叉 去山上叉叉 去驾火 因为他把他的左脚伸进去 给那个火烧 传说就是说他的脚 因为没有脚趾头 没有脚趾头的神尊 是依照传说雕刻而成 真的非常特别 另外 镇殿前方挂的匾额也是宝物 上头写着 幼我开山四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幼我开山的由来就是说 以前 清朝宗兵 五公粮 要开到这个 我们对 前山第一城 就是现在的敌山 要趟法人用力 以后的战征跑道 开这条路的时候就是说 来到我们这个红红的地方 他们有地形很险的 地形善恶 还有很受到这个 凡尸的围剿 那就是 钢庭拖延很久 还没有顺利 那我们 这个装兵就来 拜托我们祖师公 跟祖师公 祖师公 祈求说 让他平安 可以顺利 完成这个钢庭 他一路 就顺利 开通 叛力 清朝时期 为了开山俯番 决定开竹 北中南三条道路 其中五公粮 受命开辟的中路 就是知名的八通关古道 我们还发现 庙门口也写着 万年亨渠和山通大海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条占径 又是否还在呢 表方说 想要知道答案 不妨跟着他们到 距离庙车乘五分钟的山路旁 我们跟着阶梯而上 眼前大片空地上 助力着一块大石头 上头就刻有 万年亨取字样 这个万人兴起的意思就是 以前 因为五种兵 你开这个八通关的路 是地青线 以前 他们的圆住民 就是都会出草 因为要开路 地青线 我还要出草 他们都要 三轮头来祭拜 我们的总兵 他就是去祈求 我们的祖宿 博比 让它平缓 一路顺利 不同关顺利完成 之后 去做一个 幼儿开山 跟万年兴起 意思是说 以后 百年万年去 以后 地青线 都会幸福 山东大 祭拜祭 大家过得很好的生活 这块大石 是总兵 吴光亮所设立的 高地面290公分 宽223公分 旁边就是 占尽的入口 也就是知名的 八通关古道 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失去了功能 妙方说 当年也立了一块 山通大海的石碑 现在位于南投信义乡 是一个复刻板 两块石碑 细细说着那一段历史 然而看过了 慈悲又医术高强的 惭愧祖师 来到南投这个青山绿水 又幽静的山林里 还住着一位 慈祥的神明 一定要拜访 中年这里 乡客是多到 让你意想不到 而且还有着 全台罕见的 拜拜习惯 那就是拜泡面 吃泡面 八哥今天是来拜拜 拜拜 拜拜也要吃泡面 当然要 求好运 求好运怎么说 拜完就有感觉 吃完泡面 就有财运感觉 你知道这边 拜的是什么神明吗 土地公啊 对 所以说拜土地公 为什么要吃泡面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耶 我们要拿泡面来拜拜 是 会不会觉得很新鲜 很特别耶 有 蛮特别的 这个信徒 各界信徒捐赠的 对对 捐赠给大家吃的 那一天大概会吃掉几碗 一天的话 如果是一般日的话 大概到100箱 至150箱左右 一箱12碗 然后假日的话 大概是200箱到250箱 那过年大节日的话 大概是400箱起跳 哇 如果一箱12碗 平常150箱就是1800碗 过年的400箱啊 就是一天足足吃掉了4800碗以上 实在是太惊人 我们来到贡州这里 也能看到信徒为了讨土地公欢喜 将一箱箱的泡面送过来祭拜 也有人拿泡面来还愿 据说最多送来了500箱 最多的话大概是500箱 一个小卡 当时是什么情况 我问信徒他也不好意思说 他是笑笑的跟我说 他不太了解 就是五个人过来这样子 然后就搬了个500箱 还愿的泡面一送就是500箱 我们来拍摄的时间是在周间 就能够明显感受到 土地公的香火旺盛 而且为了存放大量的泡面 庙方还特别开设了 一个仓库来摆放 然后你可能会认为 这么厉害的土地公 它的庙一定很大间 但其实只有小小这么一间 没有看错就是这样小小的 就连慕名而来拜拜的信徒 也吓了一跳 今天是第几次来 我今天第一次来 所以是慕名而来 对 网路上看到很多 很多次了 然后第一次来这边 那既然是因为他香火旺盛很有名 所以今天来 有没有很意外说 哇 我们的这个土地公庙 这么小间 是啊 是很意外 本来是想说 应该是蛮大间的 结果很出乎意外是 怎么那么小的土地公庙 庙方说 其实他们曾经想要帮土地公 扩建大一点 舒服一点的庙 但土地公就是不答应 庙方说 大约三十多年前 有一群喜好放鸽子的人 来到这里 但山上人烟稀少 晚上的时候大火饿了 就像庙方要泡面果腹 可能是得到了好运气 久而久之也就有了 拜拜吃泡面的情形 庙方还说 这位低调的土地公身份 也和你想得不一样 他不是我们所认知的张福德 而是另有其人 到底怎么一回事 里面的土地公 因为从前是三颗石头 对 然后经过建设中 有一些人 不小心把石头 就推下那个溪里面 所以才会请法师 来钓土地公的林 再次安他的金身 因为掉下去了实在不好找 然后就直接安金身 那金身最长的有六十几年 因为金身掉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石龙宫取名 是永心宫的南海观 士林菩萨基身 他来取名的 所以叫石龙宫 也是老一辈有说 他的林是陈咬金 就是水草时代的陈咬金 混世魔王 土地公王 想不到在这里 土地公竟然换人座 最有趣的是 石龙宫之所以 这么有名 还有这个东西 大哥 我们看到庙里面 有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砂盘 就是看号码用的 娱乐性的 当初这个庙里面 怎么会有砂盘 然后让信徒来看号码 一般来说 来求的就是正的正裁或偏裁 神医 如果偏裁的话 有些信徒他会看一些号码 然后看的话 看你要用手机拍照 还是说你先吃完泡面 现在看不懂先吃完泡面 过个十几分钟之后再来看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石龙宫 都是二十四小时开放嘛 对 所以晚上也会有人来看 有 我们这里天天都有人来看 二十四小时 对 晚上的话也蛮多人的 他们几乎都大概大概 十点过后 十点过后就会换另外一批信徒 他们的夜生活不同 那你自己有没有亲身经历 真的看到的号码 有 多多少少 有时候如果神要赐给我的话 看一下就有了 对 我觉得这是趣味性质 对 就娱乐性质 会有这个沙盘 据说和早期六合彩兴盛有关系 多年前会有人来此求号码 但毕竟赌博是不好的 因此请家荡产的也大有人在 现在庙里不撤掉沙盘 或许是纪念那一段历史吧 当然也建议大家 就用趣味的心态来正面看待 今天的节目 我们看到了有趣的泡面土地沟 也参与了南投特有的神明 惭愧祖师的换稻草降业活动 下次你有空来到南投玩 不妨也来这几个地方走走 相信会让您对台湾的信仰 有更多的认识以及体悟喔